第一次知道李光耀先生的名字 是在1952年 邮政工人罢工的时候 当时我就读于马来亚大学 那时候的《中英文报章》 频频报导这位代表工会的法律顾问 为了工会和工人的利益 如何与自民地政府抗辩 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 对这位出色的工会律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人民行动党决定参加1955年大选时 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志愿队伍 支持行动党参选 且被委认为李先生的竞选代理人 选举过后 雇主把我调去基隆坡 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了 谁知 一年后 也就是1956年 李先生与夫人和长子 到进马轮度假 途经基隆坡 在火车站旅店跃见我 出乎意料地邀我任党组织秘书 为了反自民主义 争取独立的理想 我一胡反顾地接受邀请 投入世代的大洪流 时至近日 从未后悔过 身为人民共同党的组织秘书 我必须与担任党秘书长的李同志 和其他中委密切合作 这是我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李先生不愧是一位有才干 且深谋远利的政治家 他善于利用时机 提升自己的政权和党的利益 虽然承受英文教育 他却很清楚 当时权力偶在受华文教育的 亲共学生和工会首领 因此 他也常常担心 亲共分子会挟持行动党 早期 我们曾与亲共分子 有几次交锋 能获胜利 是因为他背后 有一群自同道合的同志 如杜敬财博士 吴清瑞博士 和拉杰瑞南先生的顶力支持 与他并肯定 与他并肩奋斗的结果 1959年 全民大选 人民行动党 在华文教育选民的大力支持下 获胜选民的大力支持下 李先生被选为首任总理 我也被委任为内阁部长 他是一位视野管阔 凡是尽心尽力的总理 那个会议中 对某些课题 偶尔有不一样的见解 大家积极讨论后 他也能接受 不同的观点和想法 我一直担任内阁部长 自1984年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李先生对新加坡的执着 他时时刻刻都想着 怎么改造新加坡 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旦他决定某个政策 能够为他心爱的新加坡 带来利益 他会积极地去实践 即使自己因此不受欢迎 也在所不惜 当然有一些评论者 对他的某些政策不满 我却认为 人们应该从以下 两方面来评价他 第一 李先生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使新加坡更好 有时候 他会不客气地 处置政地 和不赞同他做法的人 但是他的一生 都是诚心诚意 为这个渺小又脆弱的国家 争取最大的利益 第二 如果没有李先生 新加坡的发展 就戒然不同 他像一块大磁碟 吸引了人民行动党 早期的领袖和基层支持者 大家同心泄力 反抗英国自民主义 后期的亲共分子和种族主义者 总的来说 他是一位 有远见 有勇气 去实现理想的领袖 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感谢观看